在旅游圣地小琉球则是有店家的墙面被旅客乱化 当地最近因为暑假来了大批游客带动商机 不过人一多也出现不少问题 有业者在官方脸书po出了照片 发文控诉店内的装潢设施 被游信起义笔来乱化搞破坏 虽然很无奈 但也希望借此提醒游客好好爱护店家的环境 小琉球当地知名冰店 米白色墙壁橘色灯光营造暖色系风格 但仔细一看墙上却出现涂鸦 这不是创意而是被游客当成白纸肆意乱化 这样乱涂我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破坏了人家精心设计的地方 第一时间店家透过官方脸书平台说出新声 当初会花上大笔资金 初衷就是希望让顾客都能舒服用餐 但没想到得到的回馈却是这样 都是这个乱七八糟的 造成我们就是蛮大的困扰 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在营造这个环境 光天语气就能感受到店家的无奈 因为不止墙壁连桌椅也被画得乱七八糟 暑假加上国旅潮 店家主打海龟造型的冰品受到游客喜爱 每天迎接的来客量也都相当多 店家也透过调阅监视器抓到凶手 原来是小朋友捣蛋 对小孩子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其实我觉得都不好 强调多数客人还是相当友善 会公开发文 也是希望能给当事人检讨的机会 而疫情去换 全台在先报复旅游潮 出门放松之际 也不要忘记维护当地环境 记者苏世伟 平方报道